这狐狸到底为什么对孙芳动手 软软闭上眼睛 定住心神细细感受周围情况 孙芳的魂魄并不在这儿 难道也是被狐狸精带走了 软软正想着 卓池来了 软软看向卓池 顿了一下才到 卓叔叔 你这样子叫你舅妈有点奇怪 还是叫你卓叔叔吧 软软开心 叫什么都行 舅舅 卓叔叔 这只狐狸倒横不前 得先把它找出来 你看看这张照片 照片上正是一只白色的狐狸 只是这只狐狸眉间 有一朵蓝色的火焰印记 看着十分有灵性 软软瞳孔猥琐 他认识这只银狐 五岁那年他和爷爷上山时 遇见了一只被天雷重伤的妖狐 爷爷给他算了一挂 说妖狐吃炼红尘 却命不该绝 所以救了他一命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吧 会在这儿遇到他 这是蓝银狐 五百年道皇的妖狐 我们发现他的时候 他已经叨了三个女孩 这妖狐为什么要挖走孙芳的眼睛啊 他的眼睛有什么特别的吗 前三名受害者一个脸皮没了 一个嘴巴和舌头没了 一个鼻子没了 与孙芳不同的是 他们死得很安详 看样子没有什么痛苦 脸皮 眼睛 鼻子 嘴巴和舌头 这妖狐该不是想再拼一张脸起来吧 我们也想过这个可能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接下来还会有受害者出现 且我们不知道 他只是想拼起一张脸 还是一整副身体 精怪修炼出 灵治本就是逆天而行 一旦作恶 必会受到天道反噬 那妖狐如果只是单纯 这件事我能和你一起调查吗 你快要高考了 不能分心吧 没事 我已经保送蓝风大学了 上不上课都无所谓了 我只是想弄清楚 这只妖狐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吧 我可以给你申请一个 特殊顾问的身份 跟我们一起调查 正好我们一直缺人手 有你这样厉害的小法师一起 我想上面会同意的 谢谢卓叔叔 很快 软软的身上就多了一块牌子 非正常案件调查组顾问处软软 软软 这妖狐是不是很厉害啊 五百年到行 在惊怪里面怎么说也算是个老大哥了 而且蓝音狐擅长迷惑 要是盯着他的眼睛看上三秒 他能让你把自己一劫一劫剁了 太可怕了 软软将灼尺给他的四个死者生前的照片 递给田语元 田语元 你能不能把这几个人丢失的五官 全都放到一张脸上 这个简单 田语元连忙拿出手机 利用修图技术将这五官拼凑在一起 奇怪 怎么越拼越像葛汉林了啊 这五官单看没发现多像葛汉林 但拼在一起 真的和葛汉林有八九成相似呢 这妖狐该不会暗恋我吧 小桃子 这个可能性很大 软软我胆小 你可别吓我啊 先不要担心 那只妖狐要真想害你 你觉得你现在还能好好地站在这吗 这么说他不会伤害我了 这可说不定 我们也不知道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当务之急 是要找到这只臭狐狸 免得他再去害人 眼睛 鼻子 嘴巴 脸都有了 现在就差耳朵了 和你这对耳朵相像的人还真不好找啊 胡软软开了葛汉林的耳朵发给卓池 并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了他 第二天 葛汉林像往常一样上着舞蹈课 胡软软就在旁边盯着葛汉林盯了一天 却什么发现都没有 第三天中午 软软在公司和宁轩一起吃午饭的时候 接到了卓池的电话 丢了耳朵的死者出现了 又有人死了 宁轩哥 你说这只狐狸到底藏到哪儿去了呢 那只狐狸的目标是小桃子 但为了掩饰它的目的 它不一定会表现出来 你在小桃子的追求者身上找不到线索 那不如想想有什么人和小桃子接触最多 并且最不起眼的呢 小桃子身边除了我和田语源 几乎没有别的人了 他平时除了去跳舞 就是和我一起吃饭 和他接触最多的 乔修远 对 乔修远 软软和宁轩立马赶向舞蹈师 软软 你说乔修远有问题 他怎么了 我觉得乔修远很有可能就是那只妖狐 怎么可能 乔修远做我的舞伴已经有一年了 你又经常来陪我上课 他要是妖狐怎么可能瞒得这么好 这就是我奇怪的地方 他的身上一点惊怪的气息都没有 究竟是什么东西 把他的气息遮掩得如此干净 现在还没到上课的时间 等他来了软软你再仔细看看 这是阵妖服 把他放在胸口衣服里 如果他真是妖的话 一定会有反应 好 很快 第一节课开始了 葛涵林见到乔修远还算淡定 但毕竟怀疑他是只狐狸 身体总有些不自然 葛涵林 你今天怎么了 状态好像不是很好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到底是谁到了孙芳 我有点害怕 放心吧 他永远不会伤害你 什么 没什么 我是说你这么善良漂亮 谁会忍心伤害你啊 可孙芳又做错了什么呢 他想害你 虽有余辜 没必要可怜他 你怎么知道是孙芳害我的 我又不是傻子 出师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这里除了孙芳 而且他又嫉妒你 恨你 不是他还能有谁 也是 不说他了 我们继续练习吧 快要高考了 我可不能拖你的后腿啊 下课后 葛寒凌就连忙跑出去找软软的 葛寒凌怀里的正妖服丝毫没有变化 甚至连一丝妖气都没有 除软软眉头微紧道 难道是我们想错了 不 我觉得你想的是对的 刚才我故意试探乔修远 我觉得他就算不是那只妖狐也肯定有问题 那让舅舅派人盯一下这个乔修远 他把那些人的五官都拿走了 肯定会有所动作的 几天后 乔修远独自一人离开了学校 可在结尾 冰烧的人却把乔修远跟丢了 只能连忙打电话给韩丽明报备 韩丽明又连忙打电话给软软 让他看好葛寒凌 接到韩丽明电话时软软刚进厕所 葛寒凌也进了隔壁的隔间 小桃子 乔修远不见了 人跟丢了吗 是的 为了你的安全 我们等会儿就直接回家吧 好吧 那你快点啊 我出去等你 你别走远了 知道了 我就在 话没说完 葛寒凌的声音就消失了 软软闻声连忙跑出去 掏出符指 他早在葛寒凌身上放了追踪符 通过感应软软追着蓝银湖 来到了市区的图弥山 软软眉头紧锁 图弥山太大 他的符指力量只能指引大概的方位 靠他自己恐怕是不行了 软软立马打电话求支援 半个小时后 宁轩带着大黑赶到了这里 韩丽明和卓池还有田语元也到了 软软怎么回事 小桃子被妖狐抓走了 我根据追踪符追到这里 但符指力量不能指引出具体位置 现在只能靠大黑找了